朕还以为你一直对博弈没有什么性质 尚有所好 臣甘愿奉陪 他就对你那么重要吗 这个工人 臣跟陛下心里想的一样 现在就想把他扔进太爷池里 可是他的画鸭 供词 刑部都交上去了 此人身上有多出火痕 按照国法 非行供述是不作数的 我还以为你今天是向朕来谢罪的 臣还想向陛下要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在你手上吗 灯华宫工人孙氏官在哪里 更去 那个人只不过是一祖子 臣质疑祖子何用 臣的奏书请问陛下遗兰过了吗 这局棋你觉得自己能赢吗 其道臣不太懂 但如果今天臣赢了陛下 那臣的请求陛下能够答应吗 如果棋盘是天下 那么博弈就是御天下 施权收要紧 统谋略要紧 关大局 保大局更要紧 为了大局 有时候要懂得啊 陛下 臣日前上奏 想请贵妃前往宗正寺 协助大宗正 审查太子妃遇害一事 请陛下恩准 是你的庶母 是你的庶母 只是天子妾 还是弑君异兄 不用看了 这局棋你已经败了 你近日种种言语行为 朕也想谅解 也想宽恕 可是人情和质中 皇太子萧定权接旨 皇太子萧定权接旨 报本宫工人顾氏 逆谋士军 也已供述 罪当大辟 着殿前都指挥使 即刻所拿 一律论处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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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宽恕的人也不是臣 好 好 好 朕还以为你会有什么更高明的法子 没想到靠的还是朕给你的 离家 他们的人都去哪 怎么结婚 不如是 诸位是 下官等隶属刑部 下官等隶属御史台 下官等隶属大理寺 三法司 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等前来 等候接收涉嫌弑君的 灯华宫内人 孙氏 并彻查太子妃死因 有圣旨 还是令旨 王常侍 我们等的就是令旨 你竟然串通了三思 臣没有串通 三思是按国法办事 没有 那刑部张陆正他怎么会 提起诉讼之人 剑生张绍林 是刑部尚书执亲 立案参审 张尚书都必须避嫌 主官避嫌 立由左官代替 你还找了杜恒 那御史台和大理寺呢 何政长 张尚书 张尚书 那个御史台的印是你盖的吗 怎么了 出了错了那不是我 没错呀 杜士郎跟我说了 这件事张尚书要避嫌了 那你怎么就盖了呢 张尚书 你这叫什么话 立案公文是你部移交的 你部跟我部是平纪 你部移交 我部必须受礼 这是制度 受礼之后 你部明明可以驳回的 我凭什么驳回啊 我就不想驳回 何公 你 何公 龚廷尉 太子妃的案子 你也是 郑公啊 你以为我情愿呢 刑部长刑宋 御史台 长督察 我不长复合 这一个案子 你们都同意了 我不肯定要参加呀 这可是国法呀 郑公 你有在这儿挤的份上 何不先回去找到令郎 让他到东宫方府 把案子消了 不就结了 郑师傅 郑师傅 郑师傅长皇太子及非恕务 街道非直系南京 张绍云提琴 提交左秦芳 左秦芳长东宫文义 据文书递交刑部 这都是衙门对衙门的正当公式 只要刑部同意立案 杜师郎 我是有事要求你 臣不堪 剩下的 就全都合理合法啊 朕让你监国 看来你学得确实不错 臣自监国以来 还是第一次听到陛下的夸奖 太子啊 为了一个女人 你真的就要悖逆军府和尊秦吗 制度和人情 陛下说过 是两码事 您有一意正可以再录 但是 陛下 陛下 只要臣盖上了你了 这个案子 就是外爪来审了 喝amię� 我肯定要聒想这也会宠 呢 你的舍以后 以及你 朕知道了 冯奎 你亲自送贵妃 去宗正寺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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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妃 臣在外面恭候 大宗正 不是妾 这话贵妃还是跟大宗正说吧 大宗正 是先帝的弟弟 殿下的叔祖 还是武德侯的姑父 对他 且分辨得清楚吗 贵妃还能够分辨 我的母亲 妹妹 和我的妻儿 如果他们能够跟贵妃一样 有为自己变败的机会 那该多好 我 不想辨认识 不想辨认识 我 我 也讨议 也讨论 你得帮她 他 也讨认识 连昂达 我 不想辨训 她 她 幸灾乐祸 等出了宫 你和灯花宫那个 我也会一起送过去的 那里听起来 比刑部还可怕 是啊 音森可布暗无天日 小鬼听 怎么能跟严峻殿比呢 那小人还不如 再从这里跳下去 跳啊 这一次 我会从桥上看着 慢慢地欣赏你 沉下去的样子 殿下 大宗正他 是一个正直的人 他不会骗死 何况 我也是会去的 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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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跑 跑 跑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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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宇 李次使 怎么亲自过来了 我的几趟人 他们的话都没有用 那我也只好铤而走险了 城门的豪桥车早就搭好了 你说 这些援兵怎么还在这儿 寇虽围城 但城内良莫尽足 次使安守即可 为何要善出啊 围城 你去看看 他们分明是在宫城啊 如果这是武德侯的意思 这是末将的判断 你 你 天大的责任 一个余后 你担当得起吗 在这儿末将就是主帅 看来 看来 我的话也没有用 但今夜 我带着都战的圣旨来的 杨胜 这儿末将 难道你想抗旨吗 离此时 末将是军人 只认得行使 不认得圣旨 杨胜 你放肆 师伯 师伯醒我 师伯 宝恩 当真是令尊的将领 师伯明察 这 就是他的指令 是谁放这个皮匠进来的 带出去 杖四十 杨胜 你胆 杨胜 本朕看明白了 你俩也不用在这儿 一场一鹤地演戏 正如本朕所留 你们不会不动兵 只是要等本朕 把天长营耗尽 师伯 师伯何出此言 师伯 师伯 这话 可千万不能装奏啊 老夫为天子守国门 这是君主 谁是你师伯 师伯啊 若嘉义伯非要与老夫 攀这个旧情 老夫奉劝你一句 就算你们 不想国家的处境 也要想想东朝的境地 告辞 是 只要臣盖上了印 这个案子 就是外找来什么 臣 是在请示陛下 应该怎么办 不想到有点控制 尽管那边有消息了吗 陛下 还没 在下侦院 是 你说是不是给太子下道用之 才管用啊 陛下 臣惶恐 大人 这里危险 快走坏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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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危险 大人 传我将令 全体将士死守城墙 不可退后一步 为令者 斩 是 不得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殿下长大了 也听不见谁的劝了吗 不大的时候也没听过你的劝 怎么开局 殿下打算怎么了局啊 我不会插手的 等着叔祖下结论 他怎么说 我听就是了 不 小人士问 你跟陛下 何道然在等我 我听演讲去了 这还没出符呢 听什么演讲啊 这长大了 这撒谎都不走心了 我还能听得见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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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门大了 东西搅回去了吗 是 臣亲自送去的 他 知道了吗 陛下 散了朝之后就离开了 臣不清楚 殿下 请殿下 一遇宗正寺 叔祖 这么早有事吗 来的人没有说 只说是要紧事 大宗正正等着殿下呢 殿下 你怎么在这里 你怎么在这里 是大宗正教臣过来的 他说了什么事吗 大哥 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你奉旨在军营植树怎么 我前他还好吗 我不知道 本宫问你 你怎么私自回来了 我现在走 你去书 我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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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书 我去书 我去书 你去书 我去书 你去书 我去书 我去书 你去书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大郎 娘 这是什么地方知道吗 齐王 宗正寺 掌宗是一切刑法事 知道就好 太子妃亡顾一事是宗室大事 你们都是宗子 朕想你们都应该过来听一听 带上来吧 带上来吧 我会说 带上来吧 阿姨 我还在过来 说 带上来 我还在过来 有一个人 我还在过来 会想做 我还不是 那是什么事 你还在过来 这些人 我还在过来 你没有不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宫人故事 毒害太子妃的也不是小仁 是他胁迫小仁 让小仁这么说的 你 他胁迫你就认 那天晚上小仁看到了 太子妃向他下跪 还哭着求他 不禁小仁看到了 而且去请太子妃敷衍的苏内人 也看到了 太子妃殿下 您这是 殿下御庭不是 你快附带起来 殿下 太子妃像一个奴子下跪 你跟她到底什么关系 放肆 你放肆 你在跟谁说话 陛下 这个奴子的言语 简直是荒唐 她言语荒唐 你行事就不荒唐了吗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你还亲自涉水 是怕他畏罪自裁 公输一句 罪证昭彰 不严加惩治 还亲往刑部 臣去刑部是因为有人 此人何以由他指认 又何以会受他胁迫无止 陛下 彼此留些体面 就不要明说了吧 我的太子 小仁没有胁迫 殿下更加没有知识 请陛下明鉴 明鉴 放肆 是神灰 目无君上 上行下销 能怪吗 来人 陛下 蜜斩 是 陛下 此案应该由大宗正亲审 陛下 怎么能够月祖带袍 老王爷 这怎么回事 怎么门给关了 殿帅 陛下在里面 还有谁啊 是殿下 我 老王爷不能进去 我是大宗正 已经不是了 陛下 陛下 免除了他的职务 那也要等新任 按照家法 大宗正之位空缺时 待见大宗正的又是谁啊 陛下 他让他逼顾了 为了逼顾他们 都不惜做到这一步了 都不惜做到这一步了 陛下 爹 走 你的人 你去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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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感谢观看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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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不合立場 殿下